多好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二个考点 内含增长率的测算 首先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做内含增长率 那我们书上也给了有关这个概念的表述 谈到内含增长率 它实际上指的是没有可动的金融资产 而且呢外部融资为零时的那个销售增长率 这是怎么来理解呢 实际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在前面讲这个销售百分比法 预测外部融资需求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假设啊 假设这个进金资产占收入的比是不变的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当我们的收入增长的话 你的进金资产应该同比的增长 是不是 那么我们说进金资产是一个资金占用 那么资金占用增加了 我们就要考虑呢 一定的资金来源 假设呢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面临着 这个债权人不愿意借给我钱了 然后股东的也不想给我追加资金了 而且呢又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那就这个时候你想我们在前面谈了 就对于资金的这个筹资的时候 有哪些方式啊 我们可以有四种 是吧 我们一般来说是先考虑内部 先考虑可动用金融资产 大家这块告诉我说没有 是吧 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可以利用的这个留存 是吧 然后还考虑可以借债 也可以发股票 那现在我们假设什么呢 就是我们先把自己置于一个 好像很危险的一个境地啊 就是说我们从外部 瞅不到钱了 是吧 在这些人不愿意借给我钱了 股东也不想给我追加资金了 而且也没有可动用金融资产 那我们现在唯一可以剩下 就是靠什么呀 靠内部留存了 对吧 所以实际上这个内涵增长力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靠我的自身的内部积累 能够支持的这个收入增长 就是说这个收入的增长率 其实我们在这个讲里面 要讲内涵增长和可处增长 都是想谈一个什么 就是企业不能是盲目的增长 对吧 你就说因为你收入增长了 按照我们的进金资产 收涨率不变的话 那你的进金资产也要增加 对吧 企业你要想支持这个增长 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资金投入的 对吧 你销务规模扩大了 你最起码得花钱买材料吧 对吧 你得有相应的存货储备 那你还要买设备吧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你就得要考虑什么呢 如果没有可利用的外部融资 而且也没有可利用的金融资产 那么我们能够支持的 这个收入增长是多少 就谈到内涵增长率 对吧 内涵增长率 既然是外部融资为零时的增长率 那我们怎么来算它呢 第一种方法 就是利用我们前面的 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那个公式 那我们前面谈了 外部融资产比 它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 因为我们相当于是把那个外部融资额 就是那个百分比的增加额的公式 两边同时处以增量收入嘛 所以等式左边就是外部融资 销售增长比 而等式右边呢 金融资产的百分比 减去金融负载百分比 然后再减去一加增长率 除增长率 再乘上营业净利率 乘留存率 对不对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公式 那既然你告诉我说外部融资为零 那你就令外部融资增长比为零 然后去求等式右边的增长率 对吧 就是求这个增长率 这是一种方法 但这个方法比较麻烦 对吧 因为你还得解方程嘛 令它为零去求增长率 就要麻烦一点 所以我们书上也讲第二个方法 其实它这个第二方法 就是把这个方程给它解出来了 对吧 因为你看这个金融资产百分比 减金融负载百分比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净金融资产百分比 也就是净金融资产周转率的倒数 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看到 影响销售增长率有三个因素 哪三个因素呢 就是净金融资产 这个周转率 是不是 还有呢 营业净利率 还有流存率 实际上是三个因素的 那我们书上 它给了一个这样的公式 它实际上是根据这个公式推出来的 它推出来以后 这个内含增长率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预计的净利润比上预计净金融资产 乘上一个预计的利润流存率 然后分母的是 一减去这两个相乘 这块要注意 你看我们书上这个公式 净利润比上净金融资产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啊 首先大家注意 它不是我们前面讲那个净金融资产净利率 因为我们谈到管理用的这个 杜邦分析体系那个指标 就是我们净金融资产净利率 特别强调口径匹配 分母是净金融资产 分子的净利润是税后金融净利润 所以你看我们在书上这块 就没有给它起名称 就是告你是用净利润 那就是成为是分子分母 一个不太匹配的一个报酬率 分子是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分母是全部的净金融资产 所以它就用净利润比净金融资产 而且是预计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个 外部融资产比这个公式推的 对吧 你像营业净利润都是预计数 流存率也是预计数 它都是预计的 然后呢 分母是除以一净 这两个相乘 对吧 这是谈的有关书上这个 给的公式 那这个公式呢 实际上 假设我们把这个公式的分子分母 同时 就是把这个净利润比上净金融资产 就是这个东西啊 因为我们说不给它起名字 所以怎么办呢 我想把这个指标的分子分母 同时除以营业收入 大家看就得到这个指标 就是预计的营业净利率乘上 应该也是预计的净金融资产多转率 但是因为我们是基于销售百分比法 销售百分比法是假设 净金融资产占收入的比不变 所以这个净金融资产周转率呢 预计数和基数是一样的 所以也无所谓预计了 对不对 就是相当于 但是你的作为营业净利率和留存率 一定要预计数 因为是基于百分比法推的 你是考虑未来的 这个利润里面多少留下来吗 是不是 所以它是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预计留存率 净金融资产周转率 其实也是预计数 只不过和基数是一样的 有三个相乘除一减三个相乘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我给大家补充的一个公式 其实这个公式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 外部融资增长比的公式推的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强调 你看 它受哪三个影响影响啊 这两个相减不就是 净金融资产 占收入百分比 然后百分比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净金融资产率的倒数嘛 对吧 所以你看这增长率 受到周转率的影响 受到营业净利率 受到流存率 是吧 所以是这样的啊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内含增长率 它是等于三个指标相乘 除以一减去三个相乘 那么这三个指标呢 营业净利率 就是反映盈利能力指标 净金融资产周转率 是基于管理用报表的 周转效率指标 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反映我们这个利润流存的 这个情况 是吧 这是内含增长率啊 它这个指标 其实我们说这个公式 我们反而是很好用 是吧 所以我们喜欢用 这个扩展这个公式 就三个相乘 除以一减去 三个相乘 而且通过这个公式呢 你还可以看出来 影响内含增长率的因素啊 就是三个因素 是吧 一个是你的营业净利率 营业获利能力 一个是周转效率 然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鼓励政策 就利润流存 是吧 因为你鼓励支付率和留存率 二者之后为一嘛 就这三个因素 啊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书上的例题 嗯 这条例题 它是给了我们有关 上年的营业收入 金银资产 还有金银资产 占收入的比 金银负债 金银负债收入比 也给了上年的净利润 然后提示我们金银资产 金银负债 占收入比不变 可动用的金融资产为零 啊 然后营业净利率是保持 4.5%不变 鼓励支付率预计数是30% 让你求内涵增长率 啊 那其实对于这个内涵增长率 怎么计算啊 你看我们刚才就要的三个公式 考试的时候 哪个方便用哪个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三个方法算的结果 一定是一样的 啊 第一个就是按照我们书上所讲的 令外部融资 消耗增长比为零 然后去求等式 又变得增长率 所以大家看 外部融资产比为零 那它等于什么 第一项 金银资产占收入比 减去第二项 金银负债占收入比 再减去一加增长率 除增长率 乘以营业净利率 乘以减股利支付率 然后一解方程 就得到增长率 5%再49 对吧 然后第二个方法 就是按照我们书上那个 净利润比净金银资产 乘上留存率 再除上一减去 净利润比净金银资产 乘以留存率 这个公式 那你像我们这套例题呢 因为它给了金银资产 2000 金银负债185 所以我可以推出来什么呢 我们的净金银资产 净金银资产 那就是2000 减去185 对吧 然后净利润 它给你了 所以第一项 135除以净金银资产 那就是我们的净利润比净金银资产 然后再乘上一利润留存率 它这套例题给的是 鼓励支付率是30% 那我们知道 鼓励支付率和利润留存率 二者之合是唯一的 所以利润留存率呢 那就是70%了 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个答案 那么这个中扣号里面 就是我的净利润比净金银资产 乘上留存率70% 再除以1减这两个相乘 没问题 对不对 或者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它那个 好记的这个影响因素的公式 有三个因素会影响它 一个呢是营业净利率 4.5% 还有一个是净金银资产周转率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是给了你的金银资产 占收入比 还有金银负债占收入比 那我们知道啊 这个净金银资产周转率 它是等于净金银资产 占收入比的倒数 对吧 所以一除上净金银资产 占收入的这个百分比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看像我们这要提的 周转率等于什么呢 它既然是净金银资产占收入比的倒数 而净金银资产占收入的比 不就是金银资产占收入比 减去金银负债占收入比 对吧 减去这个百分之一七 然后分之一 就是我的净金银资产周转率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个中国号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净金银资产周转率 然后再呈现留存率 所以三个相乘除一减三个相乘 那你可以看 我们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就看哪个方便用哪个 是吧 可能我们第三个公式反而更好用一些 是吧 而且还能够知道它的影响因素 所以大家看我们通过这个 刚才那个扩展公式 我们可以看到 内含增长率的影响因素 就是三个指标 营业经历率 净金银资产收入率 还有留存率 而且呢 这三个因素和内含增长率是同向变动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 这三个因素啊 我们的公式呢 是三个因素相乘 除以一减去三个因素相乘 所以你想一下 我们这个月高 分母的一减去这个大数 那就会变小 大的除小 不就更大了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三个 它一定都是和我们的内含增长率呢 是同方向变动的 对吧 它都是同向变动 那我们可以结合以往的考题 我们来看一下 它说假工是无法取得外部融资 就是通通于是外部融资为零 只能依靠内部积累来增长 意味着什么呀 就是靠内含增长 他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有 A呢说 营业经历率越高 内含增长率越高 没问题啊 因为我们讲三个因素嘛 营业经历率 净金银资周转率 还有留存率啊 然后再接着看B 周转次数越高 周转率越高 没问题 同向变动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啊 他说经营负债 信号百分比越高 那你注意 经营负债占收入比高 所以说明 净金银资产占收入比 是不是低啊 但周转率和百分比 是反向的呀 所以呢 这个经营负债百分比高 我们可以推出来 我们的周转率 对吧 就是净金银资产 的周转率啊 那他就会怎么样 那就是高呗 对不对 那他既然 净金银资产率高 我的内含增长率 是不是也是高啊 所以这个C也没问题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他说鼓励支付率越高 内含增长率越高 鼓励支付率高 说明我们的流存率怎么样啊 流存率是小的 内含增长率应该低 所以这个说反了 但是ABC是正确的 所以他实际上我们经常会考你一些影响因素 什么的 就是考你公式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关计算这个内含增长率的一个例子 这道题呢 他告诉我说当前的营业收入1000万 然后由于通货紧缩 公司不打算从外部融资 既然是不打算从外部融资 说明外部融资为零 对不对 然后我们接着看 他主要靠调整股力分配政策 扩大流存收益 来满足消耗增长资金需求 根据历史资料的表明了 就是公司的基因资产 基因负债和收入之间有着稳定百分比关系 告诉我了 基因资产百分比是60% 基因负债的百分比是15% 计划的营业净率是5% 不进行股力分配 那不就是流存率600% 是吧 而且还告我可动金融资产为零 让你预测下年的增长率 其实就是考你含义 外部融资为零的销售增长率 对吧 不打算外部融资啊 让你求收入增长率 不让你求内含增长率吗 那既然是外部融资为零 那我们让你求内含增长率 我们说收到三个因素 一个是营业净利率 当然可以看我们这里有5% 还有一个的是净金资产周转率 周转率是净金资产占收入百分比的倒数 所以呢就是5%乘上一个倒数 就是60%减15% 这是净金资产收入比大家要考虑到倒数 然后再乘上一个什么利润流存 我们这要提 不打算做鼓励分配 所以流存是百分之百 三个相乘除以一减去这三个相乘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内含增长率 是吧 这是有关内含增长率的计算 另外还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对于指标计算有的时候可能会倒数 就是我也可以给你内含增长率 让你去倒数这个具体的影响因素 我们可以看以往的这个16年这个考题 他给了我金资产的百分比70% 金资产百分比是15% 营业净利率8% 他告诉我们公司16年上述比率保持不变 没有可动金融资产 也不打算进行股票回购 并且采用内含增长方式支持收入增长 那就说明是按照内含增长率吗 就是完全靠内部积累去支持收入增长 都为了实现10%的先后增长目标 那你想这10%是什么 内含增长率啊 给了你内含增长率让你去倒球 鼓励支付率 那我们就套这个公式啊 内含增长率等于三个相乘 除以1减三个相乘 哪三个呢 一个是营业净利率 还有一个呢是周转率指标 是吧 进金资产多短率也就是1除上70%减15% 对吧 然后再乘上一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留存率 是吧 比如说鼓励支付率是x吧 乘上1减x 三个相乘 分母呢是1减去这三个相乘 你看只有x位置数 那你解下方程不就可以得到了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鼓励支付率啊 是37.5% 就是你也可以倒球 是吧 总而言就是要掌握内含增长率 它的这个有关的计算公式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计算内含增长率啊 其实主要还是要帮助我们预测的 计算出来内含增长率并不表明企业 只能靠内含增长 我们刚才谈内含增长 它表明是什么呀 就假设我们没有办法取得外部资金 而且没有可动金融资产 那我靠只能靠自身的内部积累支持的 就能够支持的那个增长率啊 那就是我们内含增长率 那么如果要是他考试的时候告诉我啊 公司未来的收入增长率 正好是等于内含增长率 那就好明 那就说明什么呀 那就不需要借助外力了 外不用之为零嘛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要是预计的收入增长 超过了内含增长 那么说明靠自身的内部积累 无法来支持这个高增长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表明企业啊 必须想办法 筹集高增长所需要资金 对吧 因为我们能靠内部积累 比如说我们说上那个立体 我只能支持5.9%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这个内含增长率 我们说上立体是5.9% 但如果你告诉我 预计收入增长是10% 那超过了我自身内部积累 支持这个收入增长 那这个时候超过部分的资金来源 那就靠什么样 外部融资了 是吧 就意味着企业需要追加外部融资 但也有的时候啊 假设我的预计增长率 比如说随便说 我告诉你只有5% 要比我的这个算出来内含增长低 那就说明什么呢 我们内部积累可以支持5.9% 但你的预计的实际增长 比如说你预计只增长5% 连内部积累带来的这个资金 还没有全部用完 那这时候我们资金是有剩余的 所以我们想问大家的问题 就是我们前面讲 就是当我们的收入增长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外部融资呢 不一定的 对吧 因为如果你的收入增长 和内含增长率一样 外部融资为零 不需要去追加策资 但如果你的预计的收入增长率 小于内含增长呢 我们说也不需要追加策资 反而之间有剩余 只有当你的收入增长 超过了内含增长 才需要从外部策资 是吧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结论 现在我们来看书上这个例题 其实你看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 这个内含增长率的这个确定 很多方法 这样三个方法 我们已经算出来 内含增长率是5%的49%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道例题 他告诉我啊 这个公司预计的收入增长是5% 那你看由于预计的收入增长5% 小于内含增长率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我们会有资金剩余的 对不对 我们的资金是有剩余 那既然是资金剩余 意味着什么呢 你如果用数学的这个量化数据来说 资金剩余就说明那个外部融资额是负数 就不仅是不需要从外部 还会有剩余 是吧 就是如果资金剩余 我们用数据来反映嘛 那就说明这个外部的融资额啊 它应该是一个负数的 如果是这个外部融资额是负数 那你外部融资额除以增加的收入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是增加了百分之 你想我们都要立体的增量收入 3000乘以百分之五的话 那是增加了这个150万的收入啊 那你这个负的数除以增量收入 外部融资增长比就会为负数了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开始给大家分析 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我们讲了三个方法 我们就不用再观察 我们直接来看 你可以带数据来分析 外部融资增长比 第一项金资产百分比 减去第二项金负债百分比 再减去一加上收入增长率 我们倒去给的是5%增长率 一加5%除以5% 对不对 一加增长率除以增长率 乘以营业建立率 乘以一减股率支付率 大家看这结果是什么 是一个负的 5%到65 所以你用数据来算也是负的 那就说明什么呀 我们的外部融资额是负数 外部融资额是负数 就意味着资金是有剩余的 这个资金的剩余的数额 这个怎么来的 是吧 其实有很多方法 那像我们这里面 因为你已经算了外部融资增长比 那我们在前面讲了 你可以拿增量收入 就增加的消耗收入 去乘上这个外部融资 占收入增长比 像我们这要提的增量收入 是150万 就3000乘以5% 但是你的外部融资增长比 是负的 是负的5.65% 所以你可以看 得到这个所谓的 因为我们在前面 讲过一个公式 是吧 就是如果要是有了 外部融资增长比 让你确定外部融资额的时候 因为他假设已经给了 这个百分比了 是一个负的 那你乘上增量收入一层 那这个外部融资 都为负数 就是资金有剩余 既然有剩余资金 那我们不仅说是 不需要去外部投资 你还得要利用 对吧 你的资金有剩余 那我们哪怕 我们去做点这个 买点短期国债 做一些短期投资 是吧 或者说呢 你实在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 那你给股东分红 是吧 你给股东增加股力分配 或者说做一些短期投资 都可以 其实像我们这个 这个例题 大家看 我们刚才谈的是 先算这个外部融资量比 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的 按照百分比法 我们来确定一下 这个外部融资额 外部融资额 我们前面讲 就是用增加的净金资产 减去增加流存 因为可动金融资产为零 所以增加的净金资产 就用增量收入层上 净金资产的收入比 减去增加流存收益 就是预计收入 乘以营业经济率 乘以一减股力支付率 大家看 我们的外部融资额 是不是也是负数啊 负的外部融资额 就是表明什么呀 就是资金剩余了嘛 是不是 所以其实你看 怎么做都可以啊 那么你的外部融资量比呢 就把这个外部融资额 除以增加收入 是不是也一样道理啊 是吧 就是说你可以 其实我们考试的时候 是吧 应该说重点掌握的 就是这个销售百分比法 确定外部融资额的公式 如果真的让考试让你求 外部融资增长比的话 你就把外部融资额 除以增量收入去求 这样可能 就是避免你 进那么多的公式 是不是 好 那你看我们这条例题 它因为它的 预计的收入增长率 只有5% 是比我们的内涵增长率小的 所以你看我们算出来的 外部融资额是负数 对吧 或者说你先算这个 外部融资量比也是负数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再接着看 还数上这样的一题 是吧 它给出来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上年收入是3000 然后我们的这个 预计的收入呢 是4000 所以这个收入增长率 这个33.33% 这个哈 就是用预计的收入4000 减去机器的收入3000 再除以机器3000 平常于1%是33.33% 那大家看这个收入增长率 是大于我们的内涵增长率的 因为它都是延续的 6的2到3来的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算出来 我的内涵增长率啊 只是5.49% 而你这个实际的 收入增长率是33.33% 是大于它的 所以当预计的收入增长 超过了内涵增长 那就说明什么呀 我们光靠自己内部积累 是无法支持这个高增长的 你必须要借助外力 要从外部融资了 所以这个外部融资额 它一定是会大于零的 对吧 就会大于零 这个外部融资额也是会大于零的 那你像我们这样的例题 是吧 你可以直接 就是我们包括前面已经算过了 就是你的外部融资额比 我们得到结果是47.9% 那么你的外部融资额呢 就是479万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 销售百分比法 先得到外部融资额 再把外部融资额 除以增长收入一样的 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那就想 其实我们这边不是让你去计算 而是让你注意结论 就是预计的收入增长率 如果等于内含增长率 外部融资为零 如果预计的收入增长率 大于内含增长率 说明要考虑外部融资了 而且你算出来的外部融资额 一定是大于零的 但如果你的销售增长率 小于内含增长率 那我们的外部融资额呢 实际上是负数 也就是资金有剩余 是吧 也就是要掌握这个结论 现在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企业销售增长的时候 需要补充资金 假设美元销售 所需资金不变 其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百分比法 有一个假设 就是净经营资产 占营业收入的比不变 对吗 美元销售所需的资金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它一出不就是 单位收入的资金占用吗 对不对 净经营资产资金占用 它实际上就想告你 净经营资产占收入比不变 然后问你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有 他当企业的实际资产率 高于内含资产率的时候 需要从外部融资 这个没问题对吧 然后他说营业净利率越低 内含资产率越大 我们刚才讲过影响因素 内含增长率 它是受营业净利率 净经营资产增长率 还有流存率 三个因素影响 而是同方向变化 这个说反了 对吧 说反了 然后再看C 说如果外部融资的 消耗增长比为负数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为负 因为他现在告你消耗增长 一定是我们分母这个收入 是正的了 对吧 就是增加的收入 也就是我们再算 那增长比 就是分母那增加收入 是正的了 那你这个如果为负 一定是说明什么呀 外部融资是负的了 外部融资为负 资金有剩余 那么我们可以用来增加 股利和端倪投资 这个也是对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如果实质量率 是低于内含增长率 不需从外部融资 那这个也是正确的 这是有关内含增长率 这个指标的结论 那么下面我们接着看第三个考点 可持续增长率的测算 我们前面讲内含增长率是外部融资为零时的消耗增长率 那我们现在讲的可持续增长率也是消耗增长率 那它前提不一样 我们这个可持续增长率指的是什么呢 不发新股 不改变基因效率 其实在财务管理考试的时候 对于可持续增长这块 这块的经营效率呢 实际上谈的是两个指标 你也可以说是经营战略 你像我们前面传统杜邦分析的时候 谈到经营战略 它受什么呀 营业经历率和资产周转率 两个因素影响 你是博利多销啊 还是博销多利嘛 对不对 那我们不改变经营效率 上去谈两个 不改变营业经历率 不改变资产周转率 另外也不改变财务政策 那么大家注意 在可持续增长这块的财务政策呢 不仅包括资本结构政策 就是负债权益比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财务杠杆 对吧 不仅包括这个负债 这个比重不变 还要包含什么呢 鼓励支付率的政策 说利润留存率不变 是吧 利润留存率不变 意味着鼓励支付率不变嘛 就是利润里面多少分给股东吧 是吧 上去是鼓励政策和资本结构政策 所以在可持续增长这块 我们的财务政策 内容更广了 不仅包含了资本结构的这个政策 是吧 也包含了鼓励支付率的政策 那么在满足这些假设前提下 销售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 给它起个名字叫可持续增长率 那么这个含义呢 实际上我们看啊 隐含着五个假设前提 是满足五个假设前提下的那个销售增长率 那么拿五个假设呢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谈的营业净利率 它是不变的 而且可以涵盖增加负贷利息 其实我们这个所谓涵盖增加负贷利息 是什么原因呢 假设啊 我们说我们增长的需要筹集资金 如果你从外部筹资 那我们可能会考虑到什么呀 因为巴不如筹资 如果是借债 借债又会带来新的利息增加 那新的利息增加的话 那你这个净利率是不是就要变了 我们为了避免陷入数据循环 一般都是假设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营业净利率未来的不变 而且这个不变指的是 已经扣除了你新增负债利息以后 那个营业净利率 也就是预计最终的营业净利率不变 你就可以这么来考虑 是吧 已经扣除了新增负债利息了 那对于我们来说就很简单 就是营业净利率不变了 对吧 那第二个就是公司的资产周转率 也不变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资本结构 也就是我们财务政策里的 这个资本结构政策 负债比重不变 是吧 那么第四个呢 是我们的股利支付率政策 或者说利润留存率 是吧 利润留存率我们也是不变的 第五呢 就是不发股票 包括也不做股票毁购 就是外部股权资本不变 对吧 既不发股票也不回购股票 就是说我们可持续增长 要满足这五个假设 那这五个假设啊 我们财务管理啊 因为我们经常要量化的分析 我们喜欢用指标来说话 是吧 或者用公式来说话 那你看第一个很简单 就是什么呀 营业净利率不变 而第二个呢 就是资产周转率不变 其实这前两个 就是我们谈的 所谓的基因效率不变 对吧 它的概念里面 它保持基因效率不变 这两个就是基因效率不变 另外呢 我们还要考虑财务政策 那包括一个是资本结构政策 一个是鼓励支付率政策 是吧 其实这两个指标 就谈的是财务政策 是不变的 那么资本结构 就是负债比重 我们喜欢用权益层数这些指标 对吧 而且权益层数 它和资产负债率 产权比率可以相互换的嘛 所以权益层数不变 说明负债率不变 或者说你的这个产权比率不变 对不对 还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利润留存率不变 或者你说股力支付率不变 这是谈的这个 有四个指标不变 然后我们看第五个假设 不发股票也不回购股票 那就说明外部的股权资本规模 它是不变的 那我们在前面强调过 企业要是增加所有的权益 有两种渠道 一个是靠外部 一个是靠内部 那既然你告诉我们 不发股票也不回购股票 那么意味着企业的 所有者权益的变化 只能靠什么呀 留存收益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公式 就是增加的所有者权益 那就只能靠增加的留存了 这是可持续增长率的五个假设 是吧 我们喜欢用指标说话 营业净率不变 资产周转率不变 还有呢权益陈述不变 另外利润留存率不变 还有一个就是不发股票 上去增加的所有者权益 等于增加留存 那现在来看一下啊 我们今天说可持续增长 是满足着五个假设前提的 消耗增长率 那我们怎么来算它 怎么样得到这个满足 这五个假设前提的 收入增长率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啊 因为我们的五个假设里面 其中第二个假设是什么呀 资产周转率不变 对吧 资产周转率 我们在前面谈了 周转率是用营业收入 比上我们这个总的资产 既然你告诉我说它不变 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我的目的是想问 收入增长率是多少啊 你要保证资产周转率不变 那又表明什么呢 随着收入的增长 你的资金占用 因为资产要同比增长 对吧 就为了支持这个收入的增长 那可能我们相应的设备啊 存储啊 这个也要增加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等式出现 就是收入的增长率 和资产增长率同比增长 也就是为了支持收入增长 资金占用的规模要增加 这是第一个 资产周转率不变 因为我们还要给假设什么呀 资本结构不变 资本结构 我们刚才谈到 我们特别喜欢用 权益陈数这个指标 对吧 那大家在考虑 我们对于权益陈数 是权益比重的倒数啊 对吧 是资产比上所有的权益 对不对 是资产比上所有的权益 既然你告诉我说 你要保证权益陈数不变 那么意味着所有者权益 要随着资产的增长 必须同比增长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为了支持收入的增长 且资金的占用 总的资产规模 必须要同比增长 然后因为资本结构不变 那么我们的所有者权益 包括负债对吧 它都应该所有资产要同比增长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等式 就是所有的权益增长率 要等于资产增长率 然后大家再注意 我们还有一个假设 就是不能够发股票 也不回购股票 那如果要是不发股票 大家都知道 所有者权益的增长率怎么算啊 那应该是分子 是增加的所有者权益 对吗 增长率 增加权益比上七出的所有者权益 这个不需要什么假设前提的 那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因为不发股票 大家看 增加的所有者权益 只能靠增加留存吧 所以所有者权益的增长率 它是等于增加留存 比上七出权益的 那我们再接着分析啊 因为大家知道 增加的留存收益怎么算呢 我们前面销售百分比法 在考虑增加留存收益的时候 是要考虑预计的营业收入 对吧 也就是要考虑一下 我们这个总的 不能用增长收入 还要考虑 这个有关我们的 就是预计当期的 这个营业收入 乘上营业经历率 乘上利润留存率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你看 我们就要考虑 我们假设现在我们站在 这个本年的年初 我们在年初 那我们要考虑预期的 本期的营业收入 乘上营业经历率 再乘上我们的这个 预计本期的利润留存率 分母还是七出权益 这个没问题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公式啊 如果我的分子和分母 同时呢 我给它乘上一个 期末资产 那这个公式应该不变吧 因为我的分子 同乘于期末资产 那这样一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第一项 这个营业收入 除以期末资产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 资产周转率指标啊 就期末资产周转率 这个指标 对吧 然后呢 大家看 就是这块有点别扭 这个期末资产 除以期出权益 因为我们算的是 所有者权益之产 所以分母是期出权益 所以它失恋不一致 是吧 它是期末资产 期出权益陈述 你想我们前面讲的权益 都是用当期资产 和权益 比如说期末资产 除期出权益这样 对吧 但因为这个 我们是给它 等于说分成后 都是成同一个期末资产 所以它是期末资产 期出权益陈述 这是有一个比较怪的 一个指标 就是分子分母 口径不一致 期末资产 期出权益 然后陈上营业经历率 陈上利润流存率 所以你看 我们输上那个公式 实际上是这么推出来的 然后大家注意 稍微提醒一下 因为我后面要用上它 我在推这个 满足五个假设前提的 消耗资产率的时候 其实啊 你看 我只用了几个假设啊 我只用了三个假设 你看交转率不变的假设 资本结构不变的假设 还有不发股票 我们在 刚才谈到 可治增长应该是五个假设 营业经历率不变 对吧 然后还要考虑什么呀 有还有一个什么呀 利润流存率不变 这个没有用 不用管它俩 其实只要满足的三个假设 其实我们这个销售增长率 它也是可以写成 这四个相承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公式推导 其实我只用了三个假设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看我们可水增长就等于 营业经历率乘上 这个期末资产的周转率 再乘上期末资产 但是期出权益乘 再乘上利润流存率 是不是 而且我们这三个相承 大家可以看得很像什么呀 很像我们这个 传统杜邦的那个核心公式 我们说权益经历率等于什么 等于营业经历率 乘上资产周转率 再乘上权益乘数 是不是 但是你看我们这里啊 它在于什么呀 它这个权是期末资产 期出权益乘数 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个乘起来 因为我们知道营业经历率 这个指标 其实就是经历除以营业收入嘛 而这个期末资产周转率呢 是用营业收入除的什么呀 我的期末的资产 对吧 除的是期末的这个总资产 而这个权益乘数呢 就是用期末的资产 除的是什么呀 期出的权益 你看那收入可以约掉 期末资产可以约掉 最后就剩下 净利润比上什么呀 期出权益了 所以我们书上把这个 就前三个成绩给它称称 称为什么呀 期出权益本期净利率 等于说用我们 这个净利润是一个发生额的指标 是当期的净利润 它除的是期出权益 然后乘上一个利润流存率 是吧 就我们本年利润里面多少留下来 是吧 那这个公式上是根据前面那个推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公式呢 要让我们记也好记 是吧 就是因为呢 我们让你根据期出权益来算吧 就特别类似于我们前面 传统杜邦的核心公式 那个权益净利率分解 但是呢 我们是用的是期出权益 本期净利率 是吧 然后乘上一个利润流存率 就是还能根据期出权益来算 但是这个公式的案件比较麻烦 因为就是说 一般来说考试给的报表 它有的时候经常就光给你这个资产负贷表年末数 给个利润表的这个当期数 我不给你期出数 所以用这个公式就很麻烦 你还得要去推出期出权益 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们比较喜欢用的是 根据期末权益来算 可持续增长 但是我们先看一下吧 我们先看这个根据期出权益来计算 我们先看一下书上这个例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方法 就是根据期末权益 我们先看书上这条例题 它告诉我们H公司某一到某五年呢 它是没有蒸发新股 也没有回购股票 就满足了不发股票 没有回购股票这个假设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这条例题 它就给了我们某零年的这个 期出的权益数据 然后也给了某一某二某三某四些数据 假设我们这条例题 就让你算某一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大家看怎么算 大家看如果让我算某一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假设我们要是考试 它就让你算可持续增长 其实我们有个很方便的方法 就是两个相乘 哪两个相乘呢 就是期出权益本期净利率 乘上一个利润流存率 是吧 比如说像我这条例题 我想用这个简便的方法来算 期出权益 你看 多少 三百 本期净利多好 五十 是吧 所以我们就某一年的净利润 除以期出权益三百 然后呢 在层上应该是什么呢 利润流存 就利润里面多少留下来 你像他这条题 五十万的净利润 分给股东二十 留下来三十 所以利润流存率是多少 那就是三十除以五十 所以就很简单 对吧 你就可以直接这么来算 就两个相乘 当然因为我们书上这个题 因为他要给后面 就是高增长的预测要打基础 是吧 也就是我们想知道 他为什么 比如说他这个可持续增长 率是这样 他受我们看四个指标的影响 那么哪四个指标呢 杜邦的核心公式三个分解 营业净利率 资产准利率 但是期出权益 就期末资产期出权益 另外还多了一个留存率 是不是 所以呢 它是什么呢 就是利用什么呀 四个指标相乘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某一年的营业净利率 大家看这个5%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净利润 五十除以一千万 对不对 我们这个净利润 就是用某一年的 五十万的净利润 除以营业收入一千 总资产资产次数 这个2.5641怎么来的呢 营业收入一千 比上总资产三百九十 是吧 这个2.5641 就是用一千 除上一个 我们的这个总资产三百九十 我们就以某一年为例 来算 然后大家看 期末资产 除以期出权益 那么像我们要提的期末资产 我们知道是三百九十 对吧 期出权益 他给我了 三百啊 所以我就直接除以三百 是不是 然后利润留存 利润里面多少留下来呢 留存了三十 净利润是五十 所以这个0.6 是拿三十除以五十来的 所以呢 这个可持续典率 百分之怎么到来呢 就是我们用四个指标相乘 对吧 也就是拿我的营业净利率 百分之五 乘上周转率 2.5641 乘上我们的期出权益 期末资产陈数 1.3 再乘上一个留存率 0.6 这样就得到这个百分之十 是吧 依此类推 包括某二年 某三某四 它都是这么来算 就是四个指标 相乘 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只不过要注意 这个权益陈数 是期出权益 期末 就是期末资产 除以期出权益 是吧 是期末资产 期末资产陈数 就是这么来算 大家看我们这个表里面 还有一个实际增长率 那么实际增长率 就指的是本年和上年相比 对吧 那就是用本年的收入 减去上年的收入 再除以上年的收入 所以比如说 我们就以某二年为例 某二年的这个实际增长率呢 那就是把我们某二年的营业收入 你看我们这要提 某二年的收入多好呢 1100 减去呢 1000 再除以1000 所以这个百分之十的实际增长率 就是用本年收入 进行上年 出去上 这样得来的 依此类推 比如说某三年 这个百分之五十 怎么得来的呢 那就是用某三年的营业数 1650 减1100 除以1100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谈的这个 可持之长率的这个计算 还有 持之长率的计算 另外大家看啊 我们这套例题啊 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它直接给了 期出权利 但是大家看 假设要是考试的时候 我们没有给你 第一列这个某零年的 这个数据 我只给了你某一年到某五年 然后我让你算某一年的 可持续增长率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对吧 那这时候大家看 因为你要想得到期出权益 因为我们这套例题 它是假设企业 是不增发股票 也不回购股票的 对吧 如果要是考试它 没有给我某零年的数据 只给我某一年的数据 我在计算这个 期出权益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倒计的方法 对吧 什么叫倒计的方法呢 大家看 因为企业 不发股票 增加的所有的权益 只能靠增加流存 所以这个期出权益 那就等于期末权益 你像我们这套例题 比如说我们假设 这个不给你了 某一年的期末权益 多少 330 留存了30 利润 对不对 那我现在到几啊 我们的这个期末权益 是330吧 本期利润 留存的是30 大家看 是不是可以推出来 这个期出权益300 也就是说 如果考试要是不给我们 这300我也可以得到的 是不是 这是根据期出权益来计算 谢谢大家